你這樣不覺得很過分嗎? 你303大停電都還沒有賠償 你就要4月份就要漲電價 這是什麼意思啊 你賠償都還沒有賠償 你四人就要去給 這是 到底4月份要不要漲電價 電價有一個機制 會不會漲 長期以來就電價 會不會漲 以現在這個國際油價的劇烈波動等等 這個機制會就這個來就相關 所以有可能漲 有人講說要漲3%啦 是這樣嗎 店家審議委員會會就各項的 國際的原料成本 還有國內的物價波動 還有相關的情勢一起做整體的考量 部長 部長 你這樣不覺得很過分嗎? 你303大停電都還沒有賠償 你就要4月份就要漲電價 這是什麼意思啊 你賠償都還沒有賠償 你戚友們就要去給 你有看到油價嗎? 油價現在連9.2都31塊啦 電價審議委員會是由 你們2月份的時候 你們都講說不會漲啊 你們還講說有通膨的壓力 我們對於民生的 像這個 筒裝瓦斯等等 這個我們都有確保 部長你不要以為說 你針對那些出口去漲而已 你只要一漲 全部連帶 連帶這是效應 很抱歉 不會因為你只漲哪些人 他們漲價 是所有的人都會漲啊 我們現在談一下我們的空房問題啦 這個 當然昨天有 幻象兩千四四的事情 可是在這之前呢 我想最近我們的空房 的確讓人家會擔心 第一個 春節期間 不明飛行物 進入我們的東引零空 從大陸地區飛出來 但我們看到國防部的反應 實際上沒有任何的反應 當然之後有一些解釋啦 說這是相關的規定 來處置等等的 但是最近光這個馬防部啊 又開始對東引地區的這些官兵 進行信號槍的操作訓練 所以我不曉得就是說 我們在接應 以這個不管是敵人 還是不明飛行物 進入我們的領空 我們到底怎麼處置 因為依照現在喔 即便是ADIZ啊 共機侵擾ADIZ 我們作為是什麼 部長在這邊很清楚嘛 那請部長給你報告 你ADIZ進來之後 我們的作為 起碼三個嘛 你派遣空中的巡邏兵力去應對嘛 對不對 或者呢 廣播區裡嘛 再來呢 有可能防空飛彈追監啊 但是領空 東引的領空為什麼最後 請問這個信號槍是真的嗎 是真的用這個方式嗎 我跟委員報告啊 這個信號槍用意在哪裡 就是讓人家知道 我看到你了 就跟我們開車一樣 除了喇叭以外 我有的閃大 可以給這個作用 你不用發信號槍 他就看到你啦 對岸就那麼近嘛 對不對 而且 他飛那麼近 你不用講說你看到他 人民都看得到 民間都看得到 重點是你的回應是什麼 你怎麼會發射一個信號槍呢 他誤為你在求救啊 這個信號槍跟照明彈 本來地區裡面 就有這些裝備的 對但是 他的用的時機嘛 還有 你 你現在處理一個不明飛行物 甚至是敵機的時候 你用信號槍來伺候啊 那怎麼 那怎麼 怎麼 怎麼有可能符合我們現在的規定呢 所以部長我想請教的是說 如果東引 東引是屬於領空喔 進入我們的領空 我們用信號槍 他符不符合我們現在 在接戰 這方面的相關規定 我剛剛講ADIZ你都派戰機 你廣播驅離 你反空飛彈伺候 結果 飛到你的領空 還從敵區飛過來 甚至是敵機 然後你發信號槍 那我們的防空飛彈在幹嘛 我們部署在那裡的防空飛彈在幹什麼 我跟委員報告好不好 就是說 目前的狀況 我們難就難在這裡 是不是有困難 因為是第一級 第一級是我權 但我們要注意到 所以 部長你擔心的是說第一級的問題 也就是說 你想要做柔性警告 你想避免擦槍走火嗎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部長 信號槍 我還是覺得很奇怪 這個院長 你覺得咧 我用信號槍 然後來 對應這個 不明飛行物 然後呢 他甚至可能 帶有敵機的人員 你發信號槍 然後跟他講 我在這裡喔 我看到你了喔 然後咧 委員 這樣啦 你這個 你這個指教 這樣子的憂心是對的 這個是我們非常憂心的事情 為什麼 所以 這個問題 院長 或許你不見得 我們的難處 是這樣啦 委員 講白了啦 我們的難處就是 不願意開第一槍 我懂 萬一 但是你也必須 你也必須 你也必須讓對方知道說 對他開用 萬一對方真的來意不善 他不是要來試探 他是真的要打你咧 那第一槍 第一擊就是他 不是 第一擊是他沒有錯 可是 第一擊啊 另外 我們都是要避免第一擊 對不對 難處 我們也不能讓他有第一擊的機會啊 否則你的嚇阻是幹嘛的 嚇阻就是 我也不能讓你第一擊嘛 他如果真的第一擊 那他絕對沒有 信存的機會 如果用信號槍可以防止第一擊的話 不是 那我們的國防真的太簡單了 也太便宜了嘛 委員應該這樣說 不是嗎 我們不願意第一擊啦 好 那如果他真的 這個我了解 我剛剛講過 他攻擊我們 那就是第一擊啦 我當然知道 他攻擊我們是第一擊 我現在是說 這樣子的做法 有沒有達到嚇阻的效用 我請不提 還有 到底你是不是真的 會讓我們在那邊束手空訪的人 我跟委員報告 不用擔這個優 因為每次飛機有狀況 我們都可以雷達甚至放 第二個 這就是我後面要追問的 除了 現場的官兵 或許你 擔心他說誤擊 或者是插槍走火 你用信號槍 我請教一下 我們的雷達 我們的飛彈有沒有鎖定 我當時鎖定 就是一有飛機 我們雷達 所以當地的飛彈有沒有 他不明飛行物進來之後 我們飛彈有沒有鎖定 我跟委員報告 飛彈不見得在東引的飛彈 有沒有鎖定 有沒有 當你發現的時候 你有沒有鎖定 當我鎖定 那我在 把時間到回到春節期間 東引發生這件事情 當時候飛彈有沒有鎖定 當飛彈有鎖定 有鎖定 有鎖定 你沒亂來嘛 你不明飛行物進來 我鎖定你的啊 對不對 院長是不是這樣 是這樣子啊 你才有辦法 達到嚇阻嘛 否則大家都不知道啊 大家都覺得說 你怎麼都沒有反應咧 然後民眾 民眾把那個物品帶放出來啊 你有看到地面部在動 就認為好像沒有反應 這就是我們想難的地方 我覺得整個空房的部分 這個要讓國人安心 第二個 掉飛機的問題 F16在醫院 掉了一架嘛 超過45天的 報告出來了沒 F16 那個初步報告有 他的報告就有分 45天的 180天的 還有一年的 那這是哪一種 這是 今年1月11號的 對啊 那已經超過45天了吧 初步的 初步我們了解 但是要經過 整個鎖定 完成調查報告 因為最後人沒有找到嘛 呃 後來只有 找到狀況不好 只有部分的嘛 對不對 這很遺憾啦 可是這件事情 你還是要給大家一個交代 一定會有交代 因為我只要提醒你45天了 結果現在 昨天發生這一件 慶幸啦 人 我們就回來 但飛機掉了 而且 這也是首次 幻象2000 是不是首次 我不知道啦 但是上面報導是說 首次飛行人 在空中發現 飛機故障 返場失敗 對不對 幻象2000 是不是第一次 幻象2000跟F16AP 我們幾乎同時間購買 1997年左右 開始陸續 交集成軍 F16在2012開始進行奉展計畫 升級 對不對 升級到現在已經十年了 明年看能不能全部完工 但幻象2000完全都沒有 所以昨天這個訊號 是不是告訴你 幻象2000老舊了 幻象2000是的確 他以為後期有來 部長 這是你要面對的現實 所以你 我想請教的 院長你也聽著啦 幻象2000 60架 現在剩50幾架 到底你的計畫 是要升級還是要太處 我跟委員報 我現在正在研議當中 還在研議啊 一定要研議 這已經 已經落後F16AP 十年了 我們會有其他機種來取代 所以我先跟委員報 其他機種可以取代 我們要做個比對 交通性能提升 所要付的金額比原來的 要去採個別的 幻象2000的升級金額 你們有去談過嗎 呃 有談過 有談過 能不能接受 我們就 無法接受是不是 還是還在談 是 還在談嗎 還有在談嗎 我們持續努力 因為他已經落後F16AP十年了 為什麼 這個很重要 當我們不清楚 他是要太處還是要升級 你讓他繼續用 你的維護成本 我們現在幾乎每天是80萬嘛 然後呢 人員的幸運 這一次是幸運喔 飛行員相當幸運 跳傘成功 收救回來 下一次咧 不過委員不要這樣講好不好 我們 我們不希望看到 所以 部長我是要提醒你們 這個事情要有一個交代 到底我們規劃是要 太處 還是要升級 還有 新購的66加F16V 能不能補足 如果說 你這部分要太處的話 我們有備案 我就跟委員報告 我們有備案 有備案 我們不是假如等在這邊 坐以待斃 怎麼可能會這個樣子 我現在講說 建軍 建軍備上這個長久的 假如建軍這一塊 沒有看到未來十年的狀況的話 那就不叫 部長確定一件事情 升級這件事情 還在談就對了 反正還是在研議嘛 還在研議喔 什麼時候會有結論 你有沒有一個截止點 就是說你大概什麼時候 一定要做一個決定 我們有定截止點 但我這個地方 我建議委員講 假委員要了解 如果你涉及到 不方便講 沒有關係 我會在這邊勉強你回答 國家機密的事 但是 你必須讓大家知道 你有所準備 否則 我們遇到這樣的事情 老實講 我們心裡也很難過 我今天跟委員報告 我想大家知道 我有準備的 就當委員面報告 也讓我們所有人員 聽到人看到人 也是 你要讓大家有信心 再來 今天 又一個新的民調出來 因為二無戰爭 以及讓大家 再討論我們那個 四個月的軍事訓練役的問題 今天有一份新的民調 他說 你是否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 高達70% 我相信台灣人民 我們絕對能戰 也願意保衛自己的家園 我想這是不用懷疑的 然後呢 是否支持國軍 延長疫物疫的疫情 支持的69.6% 那昨天我看到 徐國勇部長 他說他個人 贊成延長 兵疫的疫情 邱布朗 你也說 樂觀其成 可以討論 那蘇院長你也講 一直都在檢討 我觀察你這幾次的回答 都是這樣子 但是作為 執政的政府 有權利的人 你們都是有權利的人 我只是一個民代而已 你們是我有權利 我有決策的人 你們的態度是什麼 答案是什麼 人民很關心 我今天上直運台 還一堆人交代我 包括鄉親說 包括年輕人說 你問一下院長 到底 我們這個疫情的檢討 什麼時候會有答案 大家總是要做他自己的 相關的準備跟規劃吧 這就是你一個政策的底定 決定 它影響到 不要說百萬人 都有可能千萬人 因為 一個義男 甚至以後你如果男女都有的時候 那是好幾個家庭 所以院長 我想請教的是 因為這影響很大 什麼時候可以有答案 你們的檢討什麼時候可以有答案 好委員 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全世界譴責 國人同胞也都覺得自己國家自己救 這個剛才委員公佈的民調數字也可以看出來 而對於怎麼樣子增強國防軍力 各個方面都在做 那就如委員說 疫情的長短關係到百萬人千萬人 所以事關重大 國安部就這一方面一直有專案專主在研究 有沒有一個時間表 時間表有沒有 這個要非常慎重 但一定以保衛國家為重 那現在國人同胞願意支持 我們很感謝 那我先請部長給你報告 部長有沒有時間 我跟委員報告 這些我們儘量不要簽署到修法 在法定已經有規範之內 我們期望 但能不能這樣做 我當然要經過大家討論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民調這方面問題 我們國安部一直在注意 但我要跟委員報告 我國安部不做民調 不做民調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是一個政策推動者 但這個政策要擬定的話 假如我們自己做民調 民調的話 可能會造成很多爭議 所以為什麼我一開頭 我不是叫你做民調 我是要跟你講 民調只是參考 我 人民要的是你專業的判斷 還有你的政策的決定 對不對 人民沒有辦法幫你做決定 尤其國家安全的事很難 所以才需要你專業的部會 國防部 跟行政院 三軍統帥 對這件事情 應該要有負責任的態度 一定時間 跟國人說清楚吧 你的決定是什麼 你不能一直說 我滾動式檢討 滾動式檢討 我跟委員報告 這邊我們在檢討 但我先跟委員講說 你為什麼不叫我 就講要我定出這個時間 我只能成功 等一旦有了定案 要公布了 公布以後有規定 一年以後開始實施 一年以後開始 你的意思說 萬一有新的決定 也是公布以後 一年後實施嘛 對啊 是不是 是這樣嘛 當然會不會溯及到之前的 這個也在演議當中 也在演議當中 因為這個聲音 陳委委員知道了 你要有各種不同的聲音 當然啦 光看個百分比 所以要讓你們好好去參考 我們再看看年齡層 有些年齡層的話 我服過億了 我大力 那個 那個 所以部長 這件事情就是說 你作為一個主責單位啦 行政院也是嘛 你們應該通盤 好好考慮 沒有錯 也應該謹慎 可是不能都沒有答案 大家一直問啊 大家一直等啊 然後釋放這些訊息 一直出來 很多人會不安的 他會覺得說 到底我要 我到底現在 要怎麼規劃我自己的未來 我跟委員報告 這位惡屋戰爭 人家很多人問我 得到怎麼樣的啟示 我會講說啟示 他要怎麼攻打 假步驟步調 不會有什麼大變化 除了求犯 那請問一下 但你想層面最大 就是這個爭議訊息 或者這種假訊息 搞得大家被揚揚 那個 部長 我們現在是 一方面 你關於疫情的事啦 二方面啦 那訓練的方式 會不會有什麼改變啊 除了教招這件事以外 就未來 你的 特別是 意義這一部分 你的訓練方式 會不會有什麼改變 一定會調整啊 因為你既然有這個 也會調整 你比較常疫情的話 他就不見得是 找個一般初級專長 可能到 你的條件是說 如果疫情增長 才會改變訓練方式嘛 所以必然要改變 疫情增長的原因 那另外 因為時間關係啦 另外 同樣一份民調 他說 雖然 七成的人 願意為保衛家園而戰 但是 這裡面 也有高達 七成七的民意 他是 希望兩岸和平往來 這代表什麼 國人願意為保衛 保家為國來戰 沒有問題 可是呢 你握有權力的 你政府 你應該怎麼樣 保護我們的人民 而不是說 政府雙手一攤 你們都上戰場就好了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態度是 很明顯的 結果告訴我們 就是 國人都願意為國家而戰啊 為保護自己的家園而戰啊 但是國人更希望和平啊 那這問題就是在於哪裡呢 接下來就是我想請教的 我們兩岸的關係 過去 陳明通 擔任主委 他現在當那個 國安局的局長 他說兩岸熱線是有的 還沒有拆掉 那熱線還有 那問題是 有沒有通 有沒有通 他現在已經到國安局去了 讓我們現在 換了新的主委 去年上來 他說兩岸春暖花開 一年過去春天又到了 花開了沒 這個就是人民的 人民想要 人民是說我盡了我的能力 我都可以用我的身體去保家衛國啦 但是你們有權力的人 你如何用 政策 用政治 來保護我們的和平跟安全啊 所以你不能把所有的國家安全 還有捍衛自己家人這件事情 全部都推給人民啊 你們延長一期啊 你們去當兵啊 你們上站好 不是這樣子喔 人民是告訴你喔 我們希望兩岸關係和平往來 高達七成七 這是同樣一份民調 單水座的